歡迎收看姐妹日期來 歡迎今天我們很會收的姐妹團 首先歡迎娶艾琳 艾琳姐 再來歡迎我們的宋高 嗨 嗨 好 我們這邊林柏妤 嗨 徐韋怡 嗨 還有杜曉筆 嗨 嗨 我說老梁啊 我都看你們家喔 常常就是幾乎每個週末 大大小小台灣啊 或是出國旅行 是 常常出去玩 除了花光錢之外 行李也是一件事 通常是你整理還是我們 當然是我在收啊 你收 不是 我老婆每天就很忙 好不好 新時代女性 她每天就很忙 比如說她今天回來說 我明天一定收啊 一直弄到最後一天 我想說最後一天 晚上你還不收 沒關係 現在我們幾點 七點要出門是吧 五點 我調到鐘 五點 我五點起來收啦 每次一醒來都 怎麼七點了 好奇怪喔 然後就隨便抓一抓 就走了這樣 然後每次到機場都會有狀況 匆忙 匆忙就會有時候忘了帶 有些忘了 或有些多帶的啊 或別人家的小孩也都帶去啦 對 我們每次去喔 那檢查行李 比如說手提行李 只要一過那個X光 那個海關就叫我了 我想說拜託 我私人的行程 雖然我是國際巨星 你不用一直打擾我 又要合照幹嘛的 不需要嘛 你是太自以為是 我說怎麼樣 他說沒有 先生 請問一下這包包你的嗎 我說對... 裡面有個小剪刀 我說小剪刀 我沒有... 我需要剪什麼 我沒有小剪刀啊 然後那個我老婆說 那不是我的啦 我說這...那這怎麼辦 他說這個剪刀不能戴喔 當然啦 看是要沒收 還是你們要拿出去外面 寄行李托運這樣子 然後我說好 那就不要了嘛 不行啦 那個我去日本買 我買不到 我也說那個假睫毛那麼要剪 我去那邊我怎麼弄 我沒有嘛 那怎麼辦 你就一直... 退一關一關 退...退出去外面 你拿那個登機證那邊 那全部重來耶 你就請他幫忙托運 如果他還找到你的行李箱 就請你托運嘛 不然的話他可能 放在一個小盒子裡面 就說這個是你的行李 拿去托運這樣子啊 我覺得你的包容力很高耶 太多了啦 我跟你講 還要再講嗎 我怕你們領不到錢 我跟你講 什麼意思 比如說去泰國 曼谷有沒有 一到了一廚機場 好熱 怎麼會那麼曬 去曼谷不知道要帶防曬乳嗎 一定要帶 那就買了 就買啊 然後我們家多了 大大小小的防曬乳就有了 然後不然就是說 出去玩了一整天對不對 然後到了沒有 不好意思 我說怎麼樣 那個來了啦 好奇怪 怎麼會吹 怎麼會吹起來 奇怪 然後我說 那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你去便利商店給我買 我說買怎樣 因為我們男生真的不懂 有長的 短的 有翅膀 沒掉 我們不懂嘛 你都只有長的 短的 有翅膀 我是被訓練的 後來我就 你知道流量嗎 我不知道 然後夜用日用 一大堆嘛 然後我就說那些怎麼辦 他說那你就去便利商店 我就去便利商店 我開視訓喔 我說 是這個嗎 不是是這個嗎 那我找不到 那你問店員嘛 整家便利商店都知道 我在買衛生棉 真好男人 還要講嗎 OK 還有喔 很多 幹什麼 你先息怒 因為今天姐妹們 然後給席都全部帶來了 都帶來了 我覺得很好奇 他們都帶什麼樣的行李箱 而且每個人弄那麼小一個箱 我就不相信他們去不買東西 那個箱子那麼小 能裝什麼 每次送個帶一些椅子 帶一些什麼 我不知道他帶一些東西 這怎麼會是椅子呢 他就是車子 這椅子啊 這個 媽媽 等我 這你要帶出格 然後整個機場橫衝直撞 媽媽 那很方便 我覺得這不是你小孩 我就比較像你 像我的 對 他到底能裝什麼 就是好吃 不是 裝什麼要看你們去哪裡 對 對不對 比如說愛玲姐妳去的是 我去的是歐洲大日遊 我的大日就是這一咖 是 這個是硬殼的嘛 這個是remowa的 對 那當然我覺得 這個不算是硬殼 但是硬殼不好裝 因為硬殼其實就侷限了你買東西 那其實軟的 尤其是像這樣子有一點軟拉鍊 它很容易塞 常常你可以看到女生坐在屁股上啊 壓行李 就是要這種軟的才夠壓 空間 那這個品牌其實好處是 它的這個塑膠其實是很耐的 然後我用他們家的 不管大大小小的 大概都可以用十幾年都不會壞 對 它連輪子任何都可以維修 很好推 輪子很重要 因為你去譬如說義大利 尤其義大利都是石子路 你知道嗎 對 那你如果輪子不好弄 你真的就是那個重量就變得很重 所以像這個很好推的話 其實它在那種石路 還可以穿高跟鞋推 優雅 一定要優雅嘛 出去對不對 可是剛剛講了一些那個 有些人家出去外面 這個辣了 那個掉了有沒有 有什麼是一定要帶 對於我來說 是這一包是一定要帶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個我如果沒有它 我是死都不進飯店 也不上飛機 這麼重要 對 這是仁波切給我的護身符 裡頭所有的法器 這個源自於大概是在 我看看 1995年的時候 滿久了喔 1995 泰國 你怎麼知道 你出生的年齡嗎 我1994啊 剛剛出生一年 我告訴你 你那個時候我在做旅遊節目嘛 倒著地球跑 然後我們去泰國 那個時候是走整個 除了Bangkok之外 我們還有去少數民族 所以去泰北去走一圈 然後那個時候是觀光局 他們贊助的一個行程 是 那那一次其實我們住了很多很高級的飯店 但是到了這所謂的金三角那邊的時候 你都是去住一些很有特色的民宿 像民宿的地方嗎 但是也不錯 但是那個時候因為在內戰 所以我們常常在河邊的時候 就看到屍體會飄下來 對 那那個時候就有點毛了 但是有一天晚上 我們到太北的一個 像一個旅站 它像民宿 但是很有特色 那一次超詭異的 那個老闆跟老闆娘 你知道她像Frankenstein 那個科學怪人 對 科學怪人 然後她太太就是那一個鬼家族的藏法 然後這對夫妻就是 當我們進去Check-in 我們一行就是五人 那原本觀光局安排都很高級 就一人一間 可是到那個飯店Check-in完之後 在我的那一個獨木的小木屋的時候 這對夫妻就站在我門口這樣 什麼 好可怕 沒有幫我拿行李喔 就這樣看著我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緊張 沒有電 只有點蠟燭 它是一個沒有電的地方 然後像一個客棧一樣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女生就睡 然後就趕快卸妝 然後就是洗澡就睡覺 睡到半夜的時候呢 我就感覺到我的下巴 砰 被一個圓球給打醒 然後是一顆白色的圓球 我眼睛看一個白的東西 然後飄起來敲到我的下巴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 宋哥... 你不要這樣 我怕鬼 宋哥應該已經尿了吧 那個 他睡得很死 然後我可能也叫不住聲音來了 然後我就把... 那個時候還是Walkman 我就把我的Walkman帶起來 我就坐到天亮 我就一直在看 你知道我在看的時候 我看不到圓球 但我看得到我的床墊是... 滾動 來回 就像有一隻... 有一個人一直在我的床邊這樣 人形看不到 但是我一直在看 你知道嗎 因為有月光進來 我就這樣一直拿著被子 一直在看 什麼也看不到 但是我的床墊就這樣來回 你知道嗎 你很勇敢耶 我真的很喘 一直到天一亮 我趕快起來刷牙洗臉 但是我就開始全身痛 我在發燒 就跟觀光局的人講 他們說 可是現在我們離城市還有一點遠 他說 那我們大概傍晚的時候 會到一個市區 我們再帶你看醫生 所以那天我就照常拍攝 可是呢 這件事情其實 我一到了那個城市的時候 太陽一下山 我的身體不痛了 燒也沒了 很奇怪 就離開那個地方之後 對 但是 這件事情沒有到此就結束 還有 已經夠恐怖了 對 然後我們在那邊 大概拍了十五二十天 然後也去了各個部落 然後回來 觀光局員就說 拜託 請你不要回去報導 也不要跟媒體分享 因為我們贊助你們 是要推廣觀光 我們已經特別幫你選了房間 是希望你都不要碰到 什麼意思 所以有很多地方都會碰到在泰國 但是他們只要知道那邊 發生過一些靈異事件 都會幫我避掉 對 他說但是你還是碰到了 我說OK 那我們當然被贊助 我們就是拿人手軟嘛 就不講 可是節目就播出了 播出之後我就接到電話 我一個好朋友他會看 然後他就說 艾琳 我現在看你的節目 是太北的節目 他說 你是不是在那裡碰到事情 我說沒有啊 我說為什麼你會這樣問 我現在看節目 我看到一個人在裡頭 我怎麼看到 只有我看到 他站在你背後 是一個老太子 好恐怖喔 真的 不要 他說 什麼不要 什麼不要 你不要 宋哥就是你不起來 對 後來那天呢 他就說你出來 我看他有沒有跟你回來 結果 他就跟著你回來了 他沒買機票耶 對 他進不了門框框 所以他站在咖啡廳的門口等你 但是你知道回來 其實我一直覺得 他有在我身邊 因為我常常 譬如說這邊 那個電腦燈會打到我頭上 會扎到我身邊 差一點扎到我 或者是我在過馬路 就會感覺被人家推一把 我後來一想我就很對齁 我說那他是 為什麼要這樣害我 對 結果我的朋友說 他沒有要害你 是他很喜歡你 可是他的磁場 就是我的八字又不是輕到 讓他磁場可以跟我搭上 所以他一直要讓我知道 他的存在 我說他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想讓你知道他 後來就是他就教了我一些 去過香爐拿花瓣去洗身體 靜身 然後那個時候還是 垃圾丟到外面 譬如說一個電線桿底下 所以他就說 他說你把這些水擠好了 你要丟到那個電線桿 他說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要多闖一天 還來 我就記得我就是把那個水袋 丟下去 我就是狂奔手刀回家 真的 我沒有聽到有人叫我 但是就這樣 但是這件事情就是 後來我就沒有這些意外發生 但是就是隔一個月我碰到他 我說他走了沒 還沒有 大概活生生跟了我半年 到一天 我的朋友看到我說 他走了 那為什麼要走 他就是跟更有緣的人走 所以他應該還停留在台灣 因為海關還沒有去 後來遇到他 他要搭飛機回去 搭飛回去 他要跟到有人要飛太北才行 所以 你聽到說他還停留在台灣 你不會覺得很毛嗎 對 所以後來就是我朋友 就是有供養一個仁波切 那仁波切就跟我說 其實他們也沒有要害你 對 那只是覺得說他喜歡你 但是他說他以後我出國的時候 就是他幫我去求了一些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裡頭有一些 他好像是香粉還是什麼東西在裡面 反正這些髮器 他說你去記得 你去哪裡就帶著 但是有一天如果他不見了 他說你不要去找他 他就是幫你擋煞 所以一定要有他 這是我出國去哪裡 最重要的 但是我跟你講 我這次疫情被關在防疫飯店 我忘了 什麼啊 我忘了帶他 因為就是匆匆忙忙被送去 我那一天在防疫飯店裡頭 第一個晚上就碰到 不是我 心理作用 因為有一天我女兒 大概住到第五天的時候 跟我說 媽媽 昨天晚上有地震 搖很大 你都沒有感覺 我說哪有 然後我就打電話問我先生 他在隔壁一間 然後我朋友關在樓上 然後我都問他說 昨天有地震嗎 然後他們都說沒有啊 怎麼了 我女兒說很大耶 整個窗簾都在搖 天花板都在轉 後來我就沒有跟我女兒講說 其實就是 就後來我就查那一家飯店 在西門町的附近 火車站附近 它是台灣十大靈異飯店 因為那裡發生過火災 兩天前 很兇 但我覺得阿玲姐遇到都算友善 就是妳跟她講 她其實就是歐都OK對不對 她還願意就是不要像妳 就是都沒有 因為我們也沒做壞事 所以我覺得他們並沒有害我們 但是你可以跟她對話 對 所以這真的是行李箱裡面 最需要帶的 對 最需要很需要 一定要 must 衛生棉都可以不要 對 真的 沒錯 那林柏妤四天去香港 還有要聊嗎 當然要喔 那聊不下去 聊一下 這是四天的行李 聊一下... 我四天其實帶一個像 東西不多耶 十一份燈機箱 四天才帶這樣 夠啦... 三生女性去那邊就是開心嘛 不用帶什麼嘛 你都不用買東西嗎 這個也很方便 她剛剛說燈機箱嘛 也不用說等行李轉牌 直接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現在大家都用同一個牌子的 就你知道旋轉帶很常會找不到自己 沒錯 然後我就看到這一咖覺得很美 而且也滿好穿搭的啦 拍照都很好看 而且我也喜歡它一樣很好轉 然後它很好轉耶 冷靜 還可以做 還可以做 我也可以一定要玩這個 玩的流流車 好... 很舒服 很棒... 然後很耐用 那它是鋁框的 然後旁邊是這個塑膠 它其實是有一點點違章力 所以你要塞一點東西 它還是有空間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很方便 對 那有必帶的東西 出門認床不用怕 入眠神器超安心 我會認床 我不會帶枕頭 因為枕頭太大 小輩輩 不會帶精油 我覺得至少那個味道是熟悉 有時候小朋友聞這個味道 他也會覺得比較好聞 對 然後這個就叫一夜紅棉 我要去買這個 這個還不錯 很棒耶 那有必帶的東西嗎 有 最怕飯店裡面碰到什麼 就是那種不好吹的 貼在...那顆玉霧 很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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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那個 然後你手一定要一直按著 按到最後你手 可能已經沒感覺了 真的 有時候還會被 過熱 然後吹一吹有時候會有焦味 沒錯 然後吹一吹突然 頭髮被捲進去了 這個有耶 他頭髮超過熱耶 你知道我們講的是那個... 吹一頭髮吹到腳還會停掉 對 過熱之間 過熱就停止了 所以自己帶一個 所以我就會自己帶一個這個 滿輕巧的 行用專門 而且我在日本買的 它是... 220、100都可以 國際同業的 自動切換 然後它又是大廠牌 就有那個負離子 我覺得... 這個對於女生來講 非常重要 頭髮要吹到乾嘛 沒錯 真的要順嘛 對 然後另外一個還很重要的就是 女生要化妝 一定要有鏡子 我以為你在放大鏡 好像看暗宅 不是 鏡子 你有沒有看過很多那種飯店 它只有一個力鏡 它就只有在那個門口 一個力鏡 不然就是你只能在化妝裡 不會想要出門 還可以拔毛 它還可以拔毛 可以拔毛 有啦 對啦 女生帶這個OK啦 也不太佔位子嘛 對不對 特別去挑這種迷你 輕巧型 不佔空間 接下來有一個就是 不知道帶一些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是遊樂器材 還是行李箱 有點搞不太清楚 你怎麼那麼敷衍 我就真的很奉勸 這...這一種啊 小朋友的露露車有沒有 然後... 因為... 因為控制不住 是行李箱喔 它是行李箱 因為... 是要裝什麼 剛剛他們在想說 裝什麼 繩子一條 這只能裝可愛啦 然後呢 這時候小朋友跑走了 然後就變成鈴 我要這樣子 對... 還有一點... 等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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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變成這樣子 對... 對... 真的... 這不要買 所以我來... 還去買這一種 那我之所以買這一個呢 因為要去兩個地方 都是你要買... 買的地方 對...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一個 大空間 是不夠吧 你說還有軟帶啊 畢竟有一邊是比較淺 一邊比較深 是同一個嘛 對... 對... 你看 所以它這一邊真的 塞爆非常非常好用 你看我現在出國前 該用的東西只有一半 所以我還有一半可以塞 而且我還帶了兩個軟帶 還可以買 我的行李會裝在淺的這一邊 我這一邊全部都是裝戰利品 對... 那有必帶的東西嗎 有 因為我... 我不會帶枕頭 因為枕頭太大 小輩輩 我會帶精油 然後去找 把自己迷昏 把自己迷昏 把自己迷昏就不會認床 對 沒錯 就是這種概念 不錯... 因為像我自己是買這種 它就是可以... 好可愛 對...它是霧化的 然後這個就叫 然後我就... 它直接就鎖在瓶子上 對 這個好耶 然後你看它有... 滿方便的 有單段 這不錯耶 我的是加水的那種 我要加水的 反還要點進去 對... 我要去買這個 這個還不錯耶 這很棒耶 你看這樣... 而且有粉紅色的 對...有粉紅色 那芭比用來的 然後像比如說... 太可愛了 因為我就會找各式各樣 比如說睡覺 我床邊有的味道 或者是家裡也有自己的一個味道 所以我就會帶三種不一樣的精油 然後一旦換了飯店什麼 你就擺在... 離自己近一點的地方 就至少那個味道是熟悉 有的時候小朋友聞這個味道 他也會覺得比較好聞 對... 這滿好的啊 又方便對不對 對啊...這很方便 其實你可以買一組耶 那瑋瑜呢 瑋瑜是要去... 我的基本上就是... 可能五天四夜或四天五月 這樣子一個週末的小海島 因為你知道現在到了夏天 當然就是要去海島啊 對...也很適合 必備 而且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自己搭飛機 最重要一點就是一定要有拖鞋 我是喜歡穿拖鞋去搭飛機的人 就有度假感 就是...我就譬如度假感 是我不喜歡上飛機 然後飛機升降那種腳很脹 但是穿鞋都會有很脹的感覺 然後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你就覺得怎麼旅行 那剛開始我的全身就不舒服 所以我自己必備是一定要拖鞋 然後拖鞋之外我覺得 像我自己也是東西非常非常精簡 但要精簡之餘 我的東西都會要有各種功能 然後像這個行李箱 我覺得它最好用的其實是 它前面有個這個 因為我們不是進機場會逛免稅嗎 對... 然後有時候你看光買一組保養品 超級重 可是這個時候呢 它就是可以掛在這邊 它可以那裡那麼多公斤 對...它可以掛很厚 對...然後或者是像有的時候 因為像去海島一定會有草帽 對... 然後我一定會戴這種推鞋 然後把它綁在帽子裡面這樣子 然後打一個截之後 對... 我的帽子就不會被壓到耶 對... 而且這樣也滿有造型 對... 然後你的行李箱就很有造型 把它扣在這個上面 然後你推著 其實也很好看 很好看 因為你知道要戴這種大草帽出門 就是畢竟年輕女生一定要拍照 拍照很重要 這種大草帽 你放在行李箱真的很容易壓壞 沒錯...變形難看 你只要一壓壞 你再拍照的時候 你那個帽型整個就覺得 這麼巧都不對 對...那感覺就很差 然後另外它還有一個 我覺得我也是很喜歡的功能 是你轉過來 這個真的很厲害 這個好用耶 這個真的很棒耶 這個你們沒有了吧 而且你知道這個方便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我們有時候東西 你知道搭飛機 就是大包小包 一下要拿登機證 對... 一下要拿護照 然後沒拿好就傻了自己一聲 對...然後現在還有是 還要拿手機 你如果想要再拿一口渴 想要再拿一個水 你又沒地方放 然後你整個包包背在身上 你又覺得很重 很煩 然後很煩的時候 當你有了這個杯架 你是不是又多一隻手出來了 真的...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 因為我喜歡登機箱還有個點 是因為搭飛機出去旅遊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背一個包包 可是當你有登機箱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掛上去 所以你就可以減輕你肩膀的壓力 你就不會說好像有的時候 登機門在最底部 可能T1走到T2的交界處最遠 大概要走15分鐘那種 你就不用扛著一個東西 這樣走在路上 這個登機箱其實還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還有喔 它是伸縮自如的 它其實就是... 擴展性很大 加快 可以擴大 沒關係...沒有 所以它就可以擴充 可以擴充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於說... 你說好登機箱很小 那如果我們真的 小旅行、海島旅行 買了些什麼 想裝回來的時候 它也可以幫你擴充 你擴充你就可以有 多一點點空間去塞 沒錯 不用再另外再買行李 你不要說 擴充就這麼一點點 我跟你講這麼一點點 你就逼死多少英雄好漢 你知道嗎 這一點點喔 至少可以裝六件衣服 然後還有另外我必戴的 必戴什麼 對,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念舊 跟很懷念家鄉的人 所以我自己呢 就是我只要出國 我一定都會帶零食在身上 就是我愛零食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很怕的 就被我搭飛機肚子餓了 可是有時候他的那個飛機餐 我可能不習慣 然後我會想要吃零食的時候 我就是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我出國的時候 我就是只要在車程的過程中 我就一定要帶零食 其實那種零食我真的很怕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不是,因為像這種的啊 我老婆就這樣去那邊 去日本 尤其是日本很多這個有沒有 買一大堆 什麼唐吉科德 什麼便利商店 那邊一大堆 這要怎麼帶回來 我跟你說怎麼帶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都是不規則的 然後你又不能壓 如果你說是餅乾用一個盒子裝 那我們可以看怎麼塞嗎 這怎麼帶 來,我跟大家分享 這個要怎麼帶 這個時候呢 這個登記箱就很重要 然後它一放半個行李箱就沒有了 裡面都是這些零食 又不能壓 對,你不能壓 所以你要就是 再買一個軟袋或是大紙袋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東西放在裡面 然後這樣子帶回來 然後你就掛著 你又不用自己背 反正其實行李箱在幫你扛 登記箱幫你扛 非常好 還有一個方法是 因為像我自己 我去泰國跟日本也很常 買一堆這種東西回來 就是我會去的時候 我就會在回程機票 多加一個就是 多一個行李箱的空間 可是那個我不是拿來放行李箱 我會直接去買的時候 拿一個紙箱 就是直接跟那個店家 你直接要一個紙箱 然後你把你所有要的東西 放進去 然後你直接封箱 怕壯的怕什麼的 對,那這沒有辦法 你就是放零食餅乾 因為它就是不怕壯的東西 像我們去滑雪的時候 我們不是都有帶那個滑雪衣 雪衣什麼 這些雪具都是裝備 所以我們都會去便衣商店 去要那個大的紙箱 或者去郵局去買一個 然後全部這些東西都塞進去 然後用托育 你就是用他們的宅機片 去寄回來 所以其實是還好的 其實沒關係不要再講 因為我怕有人聽到 他越買越多 對,好嘴喔 我就是要買啊 很好,提供了這些都很好 提供你伸出空間的方法 都很好,都很好 而且不用說一站站 你整個行李箱 對 那小比賽要去哪裡 我是去日本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主業 就是代購嘛 所以代購的話 我是要忠實客戶耶 所以這個算幾天的 這個的話是一個禮拜的 其實我是有一大一小行李箱這樣 好可愛喔 一大一小的兩個行李箱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因為要28吋嘛 才夠大才夠裝啊 可是像我自己出口的時候 其實就是東西 會帶得非常的少 跟非常的精簡 那我又要去連線的話 那我就是一定要帶什麼 我一定要帶腳架啊 可是你看我這腳架很厲害喔 有燈喔 它是燈直接 三合一的 對,它燈直接在上面 就是如果說你是要製拍或幹嘛的話 它其實也是可以直接就是 這什麼變形金剛 可以直接手提 比如說你就是今天你如果是製拍在走 所以你可以直接這樣子手提 然後就可以 你就可以直接拿著 那如果說你今天譬如說我在一間店 我要直播的時候 它就可以腳架可以放下來 很厲害耶這個 很厲害 腳架滿厲害的 然後它可以站到超級高 可以唱歌耶 變成Stand喔 它可以就是超級高 就是看你想要多高多低它都可以 很讚耶這個 對,然後呢 就是如果說我今天在一家店 就是直播很久 我一直站著我腳會很痠 所以呢 還會在隨身攜帶一張椅子 還有椅子 這不是這是我爬山在買的那種椅子耶 對,就是... 對,就是這種隨身攜帶的椅子 因為你要在一家店直播講很久啊 看不出來是椅子 等一下,它好布... 它好布... 對啦,要把它撐起 對,要把它撐起了 很讚耶 這是露營的那種... 對啊 好厲害耶 它是高腳的 它很厲害耶 沒有 它可以... 對,它是可以調整... 好厲害耶 你去那個遊樂園有沒有 排隊,妳就在那邊就坐啦 對不對 很利吞日本的地點 對 很享用很輕 所以我就可以在那個店家 我就可以坐在那邊啊 然後我就可以直播這個 很久很久很久這樣子 對 很方便 真的很棒 那我就是要直播嘛 因為我要人家來看 把它代購 所以還需要什麼 還需要就是可以噴那種 招柴的水晶的水 然後跟可以... 這個也在 招柴的桃花 對啊,這很重要耶 它是有透過那個專利的機器 把水晶的能量把它加在裡面 妳就可以這樣子噴 真的啊,還是假的啊 真的 我們全部都噴一下 這個是招柴嗎 招柴 全部都用出來 然後這個是招人員的 很香很香 我想要有人去會看完 然後他就要洗... 然後可以噴 這什麼招人員是不是 招人員... 來,我們錄完 把妳噴出 我們要錢 這是招柴的耶 招柴,這個也是招柴 招柴 這是招柴 這是裝柴學 每個都還有不同的香味 好香喔 因為大罐的呢 我都放在乘座 洗完澡的時候 全身噴一遍 然後呢 小的就是隨先攜帶 就是我要開招前的時候 再噴 就是雙方加持 然後所以要有人員 也要有財運 妳可以問一下 廠商有避邪的嗎 避腿的嗎 避邪可能會是很麻煩 我幫你招人員 避邪不用啦 我的照片就可以 愛玲姐不能再招了 它裡面有那個黑避邪 黑避邪的話 就可以改善副磁場 然後讓妳有那個正直盤 這要來一罐 加二 很厲害 很厲害 你看剛剛大家講了那麼多 每個行李箱都比小的 那你們女生東西 又一大堆 哩哩哩哩的 裡面不知道長怎樣 我都比大 到底你們的行李箱 要怎麼收 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 許愛玲大爆料 童素男明星超俗辣 有一次其實 蔣瑋文跟我一起出外景 他很俗辣 他不敢一個人睡 他真的就不要臉 就睡在另外一張床上 他不知道我晚上 睡覺的時候就是這樣 認真 他這樣 不 你打開也是滿滿滿耶 是啊 對啊 其實我們去歐洲 你知道歐洲其實還有像 很多那個 很多的爬手 金虎菜小孩 所以呢 有一次其實 蔣瑋文跟我一起出外景的時候 他就一直笑我說 我的雙肩背的背包也常常 像袋鼠一樣背在前面 然後他就說 你好歹是時尚女王 然後你知道 這樣真的是很訓調 我要拍下來回去笑你 怎樣 要公諸於世 然後我們就去一個市集去逛街 你知道結束之後 他先生的包包後頭就被劃開 錢包護照全部被摸走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很時尚 我自己會帶一個小的霹靂包 那其實它可以藏在你的衣服 如果你穿個Hoodie 夾克裡面 其實背在裡頭 你的護照 然後你的信用卡 還有一些現金 全部都可以放在裡頭 是... 再來呢 就是我們常常去一些荒郊野外 然後滿牆都是蚊子的屍體 然後進去就很多蚊子 所以你睡覺的時候 就知道就有很多蚊子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天然的蚊帳 怎麼弄... 這是屍巾 這樣幹嘛 在臉上... 你幹嘛 我睡覺的時候就是這樣 認真 不是 艾玲姐那手跟腳呢 手啊 你就是在被子裡啊 對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 我的身上被咬 無所謂 你擦藥就好了 因為我們是靠臉的啦 我們靠臉吃飯 但是這個故事扯到蔣偉文 就是因為有一年 我們去中國去拍外景 然後呢... 他很俗啦 他不敢一個人睡 然後呢... 他把我的室友女生趕出去 他打電話跟我老公說 我可以跟艾玲同一間嗎 對 然後我老公 因為跟他也很BODYBODY 是說... 就是公然的 他說因為 我剛剛在睡午覺做了一個惡夢 一個黑貓跳到我臉上 一直在抓我 所以我很害怕 那我老公... 我老公就笑他 就是這個笑聲好嗎 我老公說OK啊 艾玲OK 我就OK 所以他真的就不要臉 就睡在另外一張床上 可是呢 他不知道我晚上 有包沙巾 嚇死了... 不是 你這個跟他的惡夢 也差不多囉 對啊 然後那個時候 我是一個紅色的 全部還沒有花的喔 就是紅沙巾 是 他晚上半夜 睡也很輕鬆 去尿尿 他這樣... 不... 跟女生有多可怕 你為什麼唯一個紅沙巾 而且這邊是紅的 身上都是白被子 好可怕 真的 真的就尿褲子 這是一包也是藥 這是藥 好嗎 就是有什麼益生菌啊 喉糖 但是 我告訴你 在國外 尤其你到喜馬拉雅山 你去哪裡看醫生 對不對 所以呢 我都會請醫生幫我們 就是開一些常備良藥 譬如 緩解過敏1 它就是標1 內包就是... 它就是治療症狀的 然後再來消炎止痛 這個很重要吧 出去如果有一些發炎 就可以有2 標示2就是 然後再來指殼化痰 然後還有4是嘔吐瘴氣 然後5是腸胃炎腹瀉 胃潰瘍 然後6也是潰瘍性12指腸 然後7是止痛退燒 大概會遇到的 這邊都有了 這邊都有了 請你看看 這是不是很重要 一定要帶好不好 謝謝艾玲姐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來看一下柏妤 她帶了什麼 沒想到打開真正奇蹟 竟然有事 是 麻雀雖小 無症拒絕 什麼都有 所以你看她小小一個 但她深度夠 因為一個女生出門嘛 住飯店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害怕 有點危險 怕有什麼壞人 所以我會帶一個 可以帶一些充氣的什麼東西啊 壞人耶 但是她可以叫 OK 是什麼 什麼意思 門檔 門檔 有沒有 怎麼使用 就是你放在那個門 大門這邊對不對 下面把它第二次防護 第二個防護 就是有人突然陌生進來的話 然後它只要壓到 那個門開的時候壓到 它就會掉 很大便耶 真的很大便 所以你想要整層樓 都睡不著就對了 既然它危險了 安全 這個很棒... 而且這個住國外AMBMB超棒的 真的很必須啊 你怎麼知道 尤其是單身女郎 如果是那個AMBMB 那可能要帶個十個 因為他們都有什麼前後門窗子 什麼的落地窗一大堆 就是整理的井然有序啦 真的 該有的拖鞋啊 常備藥啊 就是該有都有 然後有一次一次性用品就是 用完就可以丟了 一次性的 衛生習慣 有時候你可能... 這是酒精片嗎 這不是 這是一次性用馬桶做墊 還有這種做墊 它就是一個一次性的 很棒耶 很棒耶 你如果平常不想套上去的話 你就是這樣放 放著 那它可以用套子 好適合小良哥套子喔 對啊 它還可以套耶 套子耶 很棒 而且剛剛柏妤講說 吃手扒機也可以用 圍兜兜 萬用萬用 可是我... 其實我行李箱裡面 會有一小部分大概這樣子 四分之一對不對 四分之一是妝化妝 對 我忘記你... 我沒有化妝包 妳是出門不化妝嗎 我哪有 我平常姐是這樣啊 完妝出門啊 那妳的化妝女方哪 我有一個行動的化妝室 什麼意思 你的化妝室 神奇法寶 很厲害耶 什麼意思 這一個 這哪夠啊 三合一的氣墊粉餅 就是等於說 我只要這一顆 我就可以完成 隔離 底妝 遮瑕 腮紅跟唇膏 腮紅也有 打開呢 它就跟一般的那個氣墊粉餅 沒有什麼大的大別 但它有一個 智慧旋轉的功能是 這邊樓上是七點粉餅 樓下你這樣轉 打開是 遮瑕膏 還有唇膏跟腮紅 可是妳這樣講我還是不像 妳可以示範嗎 我當然可以示範啊 現場示範一下 而且它很快 三分鐘 整個妝就搞定了 真的假的 因為我這邊有一個斑 那我剛剛說它有遮瑕膏嘛 對 一般人會覺得先用遮瑕膏 不是啊 我有一個特別的方式 就是我會先用它的 腮紅跟唇膏的部分 我先塗一下 因為它是暖色系 遮斑一定要先校色 就是一點點就好了 沒有... 就是斑的話要用暖色系 對 所以這個可以用 然後我們再開始用氣墊粉餅 這一塊 這樣就是顏色比較均勻 翻過來就是氣墊粉餅 而且妳說它還可以防曬啊 對 它防曬是它隔離 因為我剛剛都沒有塗任何隔離 對 那隔離它本身就有 SPF35 然後妳就降壓 35很高耶 大片的這樣 這樣就夠了 對啊 日常旅行是夠的 有沒有 可以講就好了耶 我的斑是不是就沒了 完全沒有了 然後妳也可以看它的質地 非常水潤 對啊 非常用光澤 很自然 對 本身氣墊粉餅的遮瑕力就很好了 而且它裡面有很厲害的保養成分 是雪蓉花 雪蓉花 對 妳也知道 雪蓉花 很多現在高級的保養品 或是都有 對 它就是可以加強控油 然後還有可以提亮 然後光澤感可以很持續 有啊 我這樣看就很透亮 但是從鏡頭看更明顯 持續跟持久都很重要 然後我剛剛用的量 其實都沒有很多 就是只是輕拍 好 那妳看我就說 對啊 妳看兩邊就有差了 好亮耶 對 那個光澤感 氣色也很好對不對 重點是透透的 我的底妝好了 對...我要看妳弄那個 翻過來 樓下的部分 打開 那妳還是會有一些些 譬如說豆八小茶吃啊 其實妳知道有一點溫度它 它也不是太乾的喔 它很濕潤 它非常濕潤 它是乳霜嗎 它有一點點像乳霜的質地 但它的遮瑕力很強 我弄給大家看 它有... 這個就可以在眼睛下方 黑眼圈 尤其是妳在眼睛下方 很多細紋的地方 妳很怕很乾的遮瑕 這個超適合 太棒了耶 很棒耶 你看看 對啊 因為我們就怕那個細紋很乾 而且... 會覺得那個... 會那個地震好像那個... 疊開 而且它有 SPF50 這一塊遮瑕 這個有50 對 看 所以像我剛剛很在意的這個斑 我一定要好好的防曬的話 我就再弄一點 是最高了 對 讚耶 整個完成 真的好方便喔 這麼快 非常方便 而且現在天氣就很容易流汗 有沒有 是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嗎 都不會啊 因為它就不太會脫妝 因為它保濕度夠了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紅色 寶可夢的紅色 對 會覺得好像很紅 很可怕 對 上上去有點擔心 我來先塗在手上給大家看 不要擔心 它其實是美果色 這個比較粉 有沒有 它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一種正紅色 就直接用指腹 再多也不怕 就可以 它也不用帶什麼工具 用手就可以了 手是萬能的 你看 是不是很自然 對啊 真的 然後它可以當腮紅 這樣子很像皮膚透出來的耶 就那麼自然 好看耶 沒有 真的... 真的也需要說眼影都可以上 可以 它眼影也可以 所以我說它是多合一 它不是三合一 眼影這邊也可以 對... 很適合出去旅行 對不對 很方便 就帶這個就好 不用再瓶瓶瓣瓣瓣一大堆 它有一種尾素顏的感覺 它最流行就是看起來是素顏 但是其實你是... 有點美 沒錯... 所以你的化妝包就是這一盒 我沒有化妝包啊 就這樣 這個很棒... 完全又不佔空間 而且不佔空間是怎麼樣 我放口袋就好了 對啊 而且妳去什麼遊樂園 隨時可以拿出來補耶 對 補妝很方便 超方便 好油... 這樣就完成了 而且我剛剛也沒有花多少時間 太棒了 謝謝柏妤的分享 太棒了 很棒耶 可是怎麼只擺了一半 那另外這一半呢 小孩哭鬧就放進去了 你哭... 那你進去嗎 馬正女說你到這邊來 你進去冷靜一下 這邊是放戰利品的啦 我覺得最需要冷靜的是你 所以戴了三分之一 留三分之二是買戰利品 對 因為像我上個月 我也是剛從韓國回來 你看 同樣一個行李笑 右上角 你看我這一個袋子還在這喔 右上角 你看一小區 也是一堆什麼零食 是我吃什麼的 對 其他全部通通都是買的東西 然後像我自己的收納方式是 冬天會冷好了 你又戴了羽絨外套嘛 那羽絨外套一件怎麼折 它一定都會佔掉你 會... 滿大的一個位置 絕對... 所以你看 如果戴這種真空袋的話 你就把它一直... 放進去 往內塞... 你不用特別用它 對...都不用 然後就把它夾起來 夾一下 然後就像做壽司 壽司一樣 捲 把它這樣 好棒的袋 變這麼小耶 捲 然後它就變那麼小 你就可以把它擺在邊邊了 像我自己是用那種... 傳統的夾鏈袋 對... 因為傳統的夾鏈袋 比如說T恤啊 你要拿的話 折好之後 我是把它放... 就是屁股尾巴是在外面 抄外 因為你這樣子 你怎麼抽 其他件它都不會什麼有折痕 標準媽媽的做法 而且我跟你講這些夾鏈袋回去 都可以當垃圾袋 對... 還可以再... 可以再用 夏季初遊要防曬 帽子這樣收就對了 夏天海邊 就是這種海島國家度假 自己研究出來一個 就是我覺得非常好 讓帽子不壓壞的 遮衣服的方式 怎麼可以這樣卡在裡面 就給它填起來了 對...你的帽子就不會被壓扁 感覺很好用耶 對... 這樣子 你怎麼抽 其他件它都不會什麼有折痕 標準媽媽的做法 太棒了 而且我跟你講這些夾鏈袋回去 都可以當垃圾 對... 還可以再利用 或是裝拖鞋啊 對啊... 像這個的話 我自己是在最後一天 來不及洗一些衣服啊什麼 我就把它丟裡面 然後捲一捲... 放進去就對了 它的衣服也可以放進去 不會跟衣服乾淨一點 我們家是用那個... 飯店不是都會有那個洗衣袋嗎 髒的就裝一袋 結果又變成一袋 對 它就會越來越大 那超佔空間 因為你們三個人啊 宋哥 你真的做得很好耶 很棒... 有什麼絕招要交給我們 因為我是去夏天海邊 就是這種海島國家度假 很像沖繩啊 峇里島啊 都是海島地方 都是海島地方啊 所以其實我的東西 大部分 像我如果是泳衣 泳衣我一定是用這一種 就是防水的 然後去裝 然後像內衣褲 我也會用這一種 然後另外呢 棒球帽 因為我是很注重帽子帽型的人 對啊... 所以我很怕帽子壓壞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那時候就自己研究出來一個 就是我覺得非常好 讓帽子不壓壞的 遮衣服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先看我的所有行李箱的衣服 我都是用捲的 對... 對... 當我捲的時候 我如果今天想穿一件洋裝 我就直接把捲的這個拿起來 我其他東西也不會亂掉 然後捲的過程中 你是不是這邊就會有厚度跟寬度 你的棒形象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卡在裡面 就給它停起來了 對...你的帽子就不會被壓扁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放進去 就那個形狀就剛好就已經在那邊 對...就剛剛好然後可以卡住 它還有一個是這個 這該不會也是... 這是那個毛球機 它就是可以這樣直接... 直接把那個毛球就是用掉 它上面就會很乾淨很完整 對...然後也不會有多的毛血 沒錯 它這樣弄乾淨 衣服就感覺高級 戴這個真的滿特別的 真的嗎 對... 不愛旅行嘛 通常都是回去再一次弄 對... 這就是每個人可能必備喜歡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還會必備戴的是禮子夾 衣服洋裝皺的時候怎麼辦 我就會用...把它掛起來 用禮子夾直接夾 好聰明喔 這樣子夾也可以 需要噴一點點水嗎 我不會噴水 然後我就直接這樣夾 雖然你可能要慢慢的 就是可能多燙幾次 不會 我覺得感覺很好用耶 對啊 然後你就這樣子 沒想到耶 好聰明喔 其實說真的還滿平凡的 這個妙招 然後你的一噴三就直了 好棒耶 而且你還不用運動 因為我覺得小孩的制服 要有燙出線 就拿這個就好了 對啊 然後你側邊這邊 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讚耶 你好適合燙衣服喔 我就是被家... 我剛剛當家庭主婦說 被家庭的家庭主婦 所以我覺得就是 底上就是我的旅行 必備的一些小孩 很棒 好耶 一物兩用 你看 謝謝